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本身是介绍另外一本书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要提到两本书 先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联系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翻译的新书 它的书名叫做资本论的诞生 资本论当然就表示这本书 它是介绍 马克思在19世纪非常重要的 到今天为止 充满了各种不同争议的 这本经典的重要的大书 叫做资本论 这本资本论的诞生呢 它的作者呢 是Francis Huynh Francis Huynh 他出生于1957年 他是一个毕业于伦敦大学皇家 Harold学院的一个英国人 他是记者作家 也是跟我一样 也曾经是在电台担任广播节目 做制作广播节目的人 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内容 就表现在他的标题上面 这个标题呢 在英文原来的标题 他的名字叫做 Marx Das Kapita Marx就是马克思 Daskapita就是资本论 他在当时原来出版的时候 是以德文写成的 所以德文的资本论呢 他的书名就叫做Daskapita 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Marx Das Kapita后面 接了短短的两个字 那叫做A Biography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在Francis Huynh 他的眼中 他写的是一本传记 只不过这本传记的传组 不是马克思 一定要写到马克思 但是呢 他是环绕着 主要是以资本论这本书 为资本论这本书呢 写了一个传记 写了一个Biography 那用这种方式 他就是要跟我们表达 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 书里面 所要点出的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 尤其是在一百多年之后 我们要认识 我们要了解资本论这本书 恐怕无可避免 一定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资本论 如何诞生的 那样的一个时代 跟那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因为如果缺乏了 这样的一种脉络的认识跟理解 我们今天直接去读资本论 我们的的确确会在资本论里面 读到很多 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今天读了资本论 觉得莫名其妙 或许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反应 那就是把资本论放下来 就说读干嘛要读这本书 这本书跟我无关 可是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到今天还会必然困扰着我们 那就是如果这本书 它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如此的莫名其妙 我们今天觉得读不懂或读起来 觉得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怎么认识 从19世纪 大概是1880年代开始 这本书出版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产生了这么巨大的影响 跟这么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甚至到后来 就诞生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然后从这里一路研发了 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 也为大家特别介绍过的 1917年的 在俄罗斯所发生的共产革命 因而建立了苏联苏维埃政府 然后接下来一路延续到中国 在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跟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初期 两个最重要的思想的运动 这个思想的运动 不单纯只是在脑袋里面发生 接下来从人的脑袋变成了群众的信仰 再从群众的信仰变成了集体政治革命的力量 一个就是法西斯主义 另外一个无可避免 就是共产主义 而所有的这些共产主义 所有的共产党 跟法西斯又不一样 因为法西斯党 它的背后的背景 是民族主义 是国家主义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法西斯 都有不一样的英雄 都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德国 那是希特勒 在意大利 斯莫索尼尼 在中国 那一度曾经是蒋介石 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法西斯主义 都有它自己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 可是倒过来看 同样跟法西斯主义 一样是这么重大的 二十世纪的思想潮流 共产主义却展现了 法西斯主义 绝对无法忘记相悲的集体性 这个集体性包括 在它的思想跟主持的来历上面 一路都是这样 这种说法或这样的戏谱 到今天甚至都保留在中国大陆 包括今天中国大陆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议题 那就是习近平 又在提思想 这对于许多年纪大一点的 大陆的朋友们 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那思想就是思想 我们听起来不会觉得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触 可对他们来讲 讲到的思想 尤其在思想上面挂了人的名字 对一些老辈的人来说 看到听到了 是会吃鸡皮疙瘩的 是会背脊发凉的 因为那就很容易让他们回忆 回想到 在邓小平之前 这整个社会 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 都是冠上了人民的思想 而这冠上人民的思想 它是一个不可动摇 绝对不能够被怀疑的一套戏谱 这套戏谱一定就是叫做 马列史茅 马就是马克思列宁 然后是史大林 是毛泽东 马列史茅当中 其中马又经常被跟另外恩 要挂在一起 这恩是恩格斯 这是在中国大陆 非常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 一段历史 因为那段历史 也就是国家控制了真理 党要求每一个人 依照党所建立的这个系谱 这个系谱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承认 你都要同意 你都要背诵 你都要记得 在那种状况底下 那是最可怕的一个思想的控制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控制的背景 我们才会了解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面 为什么邓小平 他会有那么特殊的地位 不是说邓小平没有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口号 或者是统纳他的政策方向的一些标语 而是说邓小平至少他刻意跟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就是毛思想 把他拉开一段的距离 很少很少会提到邓思想 有各种不同的口号 有各种不同的运动 但是邓小平非常小心的 不让他自己的名字挂在思想上头 所以当在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 讲到了任何的思想 它就意味着党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思想上的控制 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 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 大家看到了习近平开始在讲 或者是习近平身边的人巴结他 想办法在谈习思想的时候 都对于整个开放社会 或者是民主的社会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极大的威胁 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另外我们就追溯回历史上 那就是为什么共产党 所有全世界的共产党 当他们讲到他们自己思想的系部 乃至于自己共产政权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源头 一定是马克思 如果我们不读资本论 或我们不想办法弄清楚资本论 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 你永远不可能解答 难道我们就让这样一段 明白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完全笼罩 甚至控制人类命运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 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谜 或者是当作是过去的事情 不予以理会吗 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走 我们的选择是 我们还是想办法弄清楚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包括一直到今天 遗留在这个世界上面 非常非常少数的共产主义的政权 为什么这少数的共产主义的政权 例如说两个非常明显的 而且跟我们都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就在我们近零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另外还有一个是北朝鲜北韩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政权 这两个政权是世界上面少数 现在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权 可是我们一想中国大陆跟北韩 你印象当中浮现的 当然是对的 那就是那么样的清楚 那么样的明白 这两个政府 这两个政权差别这么大 为什么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政权 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 可是中共领导的那样的社会跟那样的路线 跟金正恩所领导的北朝鲜北韩 为什么可以差别这么大 而他们都宣称自己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政统 包括像这样的巨大的问题 牵涉到当今局势 当今这个世界上面一个庞大崛起当中 对我们产生各种复杂 和我们产生各种复杂关系的一个政权 还有另外一个是全世界都不得不小心翼翼盯着看 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事情的一个疯狂的政权 为什么他们都是共产党呢 所谓共产党究竟是什么 还有所谓共产党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面 曾经如此辉煌 如此产生巨大改变影响的这个力量 他的核心又是什么 追溯回去 那就必然追溯到马克思跟他的资本论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面 今天我们应该找到机会 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这样的精神的话 我们应该要重读资本论 而非常重要的就是Francis Huynh 他提供了我们一条路线 如何重新回到去接近资本论 尤其在台湾的这样的社会底下 我说重新回到接近资本论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对我们绝大部分来说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读过 从来没有接近过资本论 对于有一代的台湾人来说 我们勉强知道马克思是谁 我们勉强知道资本论 可能在书里面说了一些什么 主要是透过三民主义课本 在那个时代高中还是必然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读三民主义 到了大一还有国富思想 作为大家的共同必修课 是在这一些批判共产主义 反对共产主义的书里面 才勉强提到了马克思 跟提到的资本论 这样的一种接近接触 马克思跟资本论的方式 当然是有问题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 比较相对同情的方式 来理解马克思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写了资本论 还有资本论为什么在诞生了之后 他有这么多人不只是阅读 而且这么多人变成资本论 以及共产主义或共产理想的 followers 这些追随者跟崇拜者 要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 回到资本论如何诞生 的确是一条重要的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就是Francis Whim 他所写的资本论的诞生 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任霸 您现在所收听的 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闪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 到西七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 是英国的记者作家 Francis Queen 他所写的这本书 叫做 Mox's Das Capita A Biography 中文翻译 书名叫做 《资本论的诞生》 这个综艺本 刚刚是由 联金出版公司出版 在Queen的这本书里面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一开头 怎么告诉我们 Mox's Das Capita 《资本论》 是怎么一回事 他引用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小的故事 他说 在1867年2月 就在《资本论》 第一卷复印之前 马克思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 收信的对象 当然就是 马克思的 在思想跟运动上面 最重要的partner 那就是 Freder Angus 恩格斯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面 他最重要的是要建议 恩格斯去读 巴尔扎克的一篇小说 这个小说呢 用法文写的 他的标题 叫做 《无名的杰作》 然后呢 马克思在信里面 告诉恩格斯说 这个故事 它本身就是一个 短篇的杰作 充满了许多 值得万为的讽刺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巴尔扎克的《无名的杰作》 这《无名的杰作》 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无名的杰作》 这篇小说呢 写的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他已经建立了 他在他的自己的 这个绘画的行业上面 一定的名声 然后呢 他有了一个 巨大的创作上面的野心 他要创作一幅画 希望这幅画呢 能够对现实 有一种最完美的表现 藉由这幅画 他要替艺术 要为整个艺术 跟艺术史 带来根本性的革命 正因为他的野心 如此的大 他的理想 他的追求这么高 所以呢 这幅画 耗费了他 很多很多的时间 十年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不断的在创作这幅画 好不容易 这幅画 他终于愿意 对外公开了 所以他找了两个朋友 来看 了不起的这个杰作 但是这两个人 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吓了 为什么吓了 不是因为这幅画 太了不起了 因为他们看到 这幅画上面 满满的都是色彩 各种不同的形状 各种不同的颜色 简直是一团混乱 他们根本不了解 他们根本无从 对这位画家表达 他们对这幅画的看法 这个画家 看到这两个朋友的表情 他已经意识到 他领会到 他们的感受 他大声的说 你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完美的作品吧 但是看到 他们并不是被这幅 这幅作品的完美 给惊吓了 他接下来 感觉到愤怒 挫折 然后呢 他非常生气的说 你们嘲笑我 你们无赖 混蛋 卑鄙的小人 你们滚 你们离开 然后呢 最后 他的朋友实在忍不住 就握着 拔着他的肩膀 把他带到他自己的画前面 然后摇他 试图把他摇醒 说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你现在认真的看一下 在画布上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个时候 被用这种方式 点醒了的画家 看着他自己画了十年 反反复复画的这幅画 他终于 错愕的 在嘴巴里面 吐出来说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我画了十年 所以 他瘫倒在椅子上面 他痛哭流涕 接下来 他两个朋友 离开了画室之后 这个画家 就把他画室里面 所有的画作 全部都烧毁 然后 自杀了 这个故事 的的确确 尤其是在 马克思快要完成资本论的时候 他读到了这一幅故事 还竟然把这个故事 建议推荐给 他的好朋友 也是同时 是资本论 这本书的重要的 幕后的 推动者 恩格斯 的的确确 这件事情 是饶有 象征意义的 最重要的一个 象征的意义 也就是 马克思 很显然 在这个小说里面 看到他自己写 资本论的 某一个倒影 或者是某一个镜像 因为 他也是 跟这个画家一样 因为 对他来说 他要写的 资本论的这本书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或者是 他就意图 他要写一部 超越他的时代 彻底改变 这个时代 对于社会 对于经济 对于 人类命运 跟人类历史 看法的 巅峰之作 换句话说 他的野心 他在巴尔扎克的 小说里面 看到那个画家 好像就看到 他自己的野心 而且跟这个画家一样 正因为 一开头 他就标局了 这么惊人的 对自己承诺 这惊人的 不可思议 应该说是 简直不可能完成的 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后来在写 资本论的过程当中 他也就 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迟 他成书的这个时间 从一开始 找到了出版社 跟出版社说 要安排出版资本论 到最后 这本书真正完成 跟出版 这中间经过了 20年的时间 所以比那个画家 画那幅画 还要 时间还要更加的长久 他不断的重新改写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用各种的 不同的方式 来想象 资本论 应该要说一些什么 应该要写一些什么 他想要写的是一个 彻彻底底 完整的整理 过去人类的社会 跟经济经验的 一本重要的大的书 而且还不止这样 这本书 在当时的现实出版 他却是要指向 人类 政治跟经济的未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巨大的压力底下 马克思 他花在 资本论上面的精神 简直是不可思议 用这种方法 他写出来的书 另外一个 必然带来的结果 那就是 他不可能写 其他人曾经写过的 或者是用 其他人 写作的方法 来写的一本书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 象征的故事里面 我们读到的 马克思 他自己心里面 高度的焦虑 在他完成资本论的 那一瞬间 那一刹那 他已经知道了 他写了一本 很不一样的书 他知道这一本书 跟以前的人 所写的书的写法 都不一样 因而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 他就真的完成了 他自己心目当中 彻底改变 人类历史的一部书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借由 巴尔扎克的小说 他担心 会不会 这是 其实是一个 荒谬的 创作的里程 最后他写出来是 完全在画布上面 没有人能够 分辨出来 你到底画了谁 画了什么样的模样 画了什么的一幅 奇怪的 没有办法 被接受的作品 他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对于 我们后来知道了 资本论 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得到的待遇 我们就不得不再说 那是多么精确的 一个象征 多么精确的一个比喻 因为的的确确 资本论 终于诞生 问世了之后 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 人们就是用 这两种眼光 看待资本论的 一种眼光是 就按照 马克思 他自己所宣称的 把资本论 当作是一个 彻底改变了 人类眼光的 了不起的著重 但是也不要忘了 还有一群人 而且这群人 在人数上面 在意见的强烈上面 跟前面一种人 几乎是不向上下的 他们就把资本论 看作是 就像是 巴尔扎克小说里面的 那个画家 画出来的那幅画一样 这是一团混乱 这是完全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 究竟在这个书里面 讲了什么 这两种 决然相反的 极端的态度 集中在看待 同一本书上面 这恐怕也是 人类历史上面 少有近乎是 独一无二的 一段经验吧 那我们今天 在经过了 这么多年之后 尤其是 对于资本论 累积了这么多 极端的意见 跟评论之后 我们怎么在 看待马克思 跟他的资本论呢 我想Francis Wynne 他至少 点出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 藉由 还是一样 刚刚巴尔扎克的 那一篇小说 他告诉我们 我们 无论任何一个时代 尤其到了 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不能用 一般的态度 跟一般的眼光 来看 马克思的 资本论 也就是 当我们 想到 资本论 这个书名 或者是我们 经由转述 别人告诉我们 资本论 在写什么 我们会把它当作 这是一个经济 或者是经济史的 一个论述 或者是我们把它当作 是一个革命的宣言 也就是 我们一直会把 直觉的以为 马克思 所写的 是一种 非常严格 论理的一种东西 不管这个论理 到底是什么 逻辑是什么 或者是 他所产生的 这样一种号召 对未来的号召 是什么 我们总觉得 我们应该是要用一种 理性 道理的方法 来看待资本论 但是 Francis Huim 藉由整理了 资本论 这本书 如何成书 他提示我们 一个不太一样的态度 他提示我们 我们要了解 马克思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马克思是一个 浪漫主义时代的 一个哲学家 这件事情 或者是这个身份 远比后来 大家堆在他身上的 其他的身份 要远为重要的多 他就是以一个 浪漫主义的 一个哲学家的 这种态度跟立场 在写 资本论的 还有 当他在写资本论的时候 马克思的脑子里面 他的心里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文学的作品 所以他的资本论 有一部分是用文学之笔 充满了想象 而且是充满了 浪漫的情绪 而写出来的一本书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 它不单纯是论理 或者应该这样讲说 如果用论理的态度的话 那我们对于资本论 之所以产生 这么巨大的力量 我们就无法认识跟理解了 包括在书里面 Francis Quinn也告诉我们 整部资本论 它里面充满了文学的比喻 这些文学的比喻 比起那些严格的经济学的论理 或者是公式 有的时候 对于马克思更加的重要 还有 对于后来的 那些马克思的信徒们 他们阅读资本论 可能同样也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本书 它一方面 重新把资本论 放到我们的意识当中 另外指引我们 用这样不同的态度 来看待 来理解 马克思的资本论 值得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翻阅一下 这本书 是Francis Quinn的 资本论的诞生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